三位地区第一間飛營日的幽靈雲 從八月份開始已經正式在安定國修開班 它主題是在合同教學方式 讓孩子自己來表達生活 它會為導創作、跳舞、奔公室 頂頂頂向個庫頂 讓孩子來讀完學習 而且中級收集後是完全免費 有興趣的家長可以向上官黨委來審問 小朋友在在老師的訪問一下 對著音樂開始多辛苦 民生都充滿到媽媽的笑容 讓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腳步和幸福都完成 就是在在安定非營利誘臨向下主要的目標 安定非營利幼兒園採主題式的教學 我們學校不採分科式的教學 在孩子的生活領域裡面 他們有很多的東西值得他們去做學習及探索 並不是只有一個分科的一個教學裡面 把他們的學習方式框在框架裡面舉凡 像這個學期呢 我們會讓孩子學習到黑豆的種植 來到浩浩上課 按照老師收白的庫頂來學習 從剛才開始讀小孩來說 需要很多時間使用 安定非營利幼兒園 和一般的浩浩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跳樓白褲的傳統 卻對小孩的表達和主翁了解 下去安排到有風險 我都可以在這邊玩玩具 因為這裡老師都在跳舞 還可以玩玩具還可以畫畫 可以畫畫 老師有沒有很親切 有 那你是不是很親切可以在上學 有 然後讓他就是能夠去探索自己 然後就是對自己有更多的一個了解跟接觸 那當然過程當中 他一開始會有很多的不適應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安定的老師蠻有耐心的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引導他們 為了要讓家長的上班比較方便 後方也在含書家期間照相上課 中間修理後完全不用費 歡迎有幸福的家長的上誓來了解報名 在學校裡面呢我們是沒有寒暑假 只有三天的學期轉換日 月費一個月只要繳三千五百塊 第三胎以上的子女月費只繳兩千五百塊 中低收入戶的小朋友全部不用繳費 有理後代表到小孩另外一個改動的開始 來這裡學習各種的弟兄和高朋友 這種經驗也因為未來心中很重要的部分 配合相關的補助 以及這種非營利有理後的開班 也為現在做主法的議題帶來幫助 繼續報告